第十三集 任连篇叫了几次都坚决假装听不见 埋头缩在被子里装死 最后不得已 连篇只好使出杀手锏 直接扯着被子一脚 大力一拽 把他的安乐窝捣毁 横眉立目地说 还不起啊 你忘了今儿什么日子了 丧七仍在敌死挣扎 闭着眼睛在床上翻滚 哼唧道 我浑身都酸 不想 连篇哭笑不得 谁说让你上学了 丧七文言睁眼瞪的 大意凛然地把被子扯了回来 松了口气说 不上学你叫我干嘛 做事就要盖上继续睡 这不用上学呀 只是要进宫而已 连篇一插腰 挑眉道 糟了 原来是个皇帝会报自己学习成果的日子 丧七这才想起来 惨叫一声从床上弹起 手忙脚乱地 用最快的速度穿好了衣服 对着镜子 对着镜子 检查一遭 红白相间的双色如裙 夜地无耻 宽大的长袖 是简单明快的鹅黄色 上袖流水波纹 走起路来 随身姿摇荡 仿若长穿伤伤 三千青丝拢的整齐 以铜色缎带树好 嗯 似乎可以见人 于是桑琪取了个红白相间的批驳 匆匆出了门 马车一路风驰电车到了皇宫 下车后 桑琪又小跑了一会儿 到电门前才放缓脚步 顺了顺呼吸 挺胸抬头 像模像样地走了进去 谁知一进门 发现大事不好 好死不死的 燕云芝和冯诺都在 桑琪双手在袖中握拳 暗暗告诉自己镇定 不要跟那白衣男子一般计较 当他是颗白菜就是了 于是桑琪不苟言笑地 给皇帝见礼之后 又转向他们拱手道 弟子桑琪见过燕丝叶 冯博士 皇帝清了清嗓子 误出桑琪所料 问了他在国子见的情况 桑琪有点违心地答道 挺好 皇帝的脸色黑了黑 真问的不是这个 桑琪微微抬头 用一脸不解的神情询问 那是哪个 皇帝总不能直接把 有没有犯什么错 好让我抓住小辫子 把你赶出去啊 这种话说出口 眼珠一转 改问燕云芝和冯诺 他在笑的表现和学习成绩 冯诺一听问到自己 一丝不苟地行了个大礼 严谨认真地答道 启禀陛下 桑琪时常在经史课上打盹 最近两次考核 成绩一军是班上倒数 在校内表现和学习成绩都不太乐观 皇帝听完可乐观得很 虽扬装恨铁不成钢地皱了皱眉头 嘴角却不经意扬了扬 就跟桑琪辜负了他多大期待 让他并不幼小的心灵 受了多大创伤似的 哀声叹气地道 唉 桑琪啊 你看 你这书读得实在没有气色 可如何是好 真觉得 小姑娘家家 果然还是不适合去国子健吧 桑琪低着头苦笑一声 心想 现在还不是甘心离开国子健的时候 虽然觉得这样说不太好 但也不得不先卖个队友了 于是 他十分认真地拱手对冯墨道 弟子冒昧向博士请教一个问题 经史课上 有几人不打盹 你 冯墨气得面上一抽搐 褶子都伸了许多 本来还是个老帅哥 突然就显得面目有些可憎 当然 科目无聊 并不是博士的错 冯博士念还是精于授业的 桑琪打了个圆场 继续倒 而且 弟子的成绩 也的确是考试的人中排名倒数 嗯 你自己有数最好 皇帝仍然一脸幸灾乐祸 不料 桑琪突然画风一转 补充了句 可是 没来考试的人更多呀 您看 他们连考都不敢考 是不是还不如小女 这 皇帝也有些语色 桑琪趁机加强攻势 沉痛沉词 小女学艺不精 实在是因为比同侪们起步晚太多 想他们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 而小女却只能跟着父亲的军队风采露宿 别说读书写字 连张像样的纸都没见过 说得要多惨有多惨 眼看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乍一听倒是有理有据 但是 桑家大营每年都军饷充足 哪有那么凄凉 再说 你一个女孩子家不读书写字 不也很正常吗 装可怜这方面 可真得到奶腹真传 皇帝无言以对 呕着气给了冯墨一个眼神 可惜冯墨正欲结难输 媒体会到 老家伙真不会查阳官司 真活该这么一把年纪了 还只能混个博士 皇帝深吸一口气 用力掐了掐龙椅扶手 开口道 好了好了 你不容易 朕知道了 转而期待地看向燕云芝 那么 桑琪平日里表现得如何 可有给其他弟子带来什么困扰 在国子剑中 惹什么麻烦 他当然希望燕云芝说惹了 并且他也听说了 桑琪总是追着燕云芝 让其不胜其烦的事 觉得有实诚把握 对方会这么说 见皇帝换了目标 桑琪住了口 心里有些忐忑 不由得用眼角的余光 偷偷撇燕云芝 感觉皇帝蓄谋已久 一直想找茬把他赶出国子剑 以报复大司马当初 逼自己就范这事 如今怕是燕云芝随便说两句坏话 皇帝就能赶紧顺杆爬了 而自己昨天才和这个人大打出手 想到自己的命运此时此刻就捏在燕云芝手里 他还十分有可能好好把握 真的有点不甘心 一时大殿禁忌 燕云芝沉默片刻 在皇帝越来越闪亮的渴望眼神中 从容不迫的面谈答了句 桑齐的表现 桑齐捏了一把冷汗 便听他顿了顿 用一个桑齐自己用过的词语总结道 挺好 皇帝手一划 险下从龙椅上掉了下来 暗暗咬牙哀叹 你们 一个个的实在太让朕失望了 结果因着燕云芝的相助 皇帝不足以找借口对桑齐发难 只得让他继续待在国子间 离开皇宫 可算松了口气 桑齐在燕云芝上马车前追上他 善笑道 谢谢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帮我 但还是谢谢 燕云芝脚步一顿 反倒疑惑地问他 帮你 桑齐哑然说 是啊 又听燕云芝琢磨着 那你可在国子间里闯了什么祸 桑齐细细想了想又想了想 不是很自信地答道 好像 没有吧